2010 毅康香港青少年公開賽 國際兵聯青少年巡迴賽 8月5日在伊利沙伯體育館率先進行團體賽決賽 今日女子少年團體賽中,香港順利打入決賽 但對手實力非常強勁的中華台北 第一回合,首先由女子主力吳嘉儀上陣 對手就是中華台北的黃茵 熟悉乓乓球的朋友可能對吳嘉儀相當熟悉 因為這位暫時是全港綜合排名的11小女將 家中大部分人都是乒乓球高手 今年最是青澳女子的選手,實力方面絕對不容置疑 在這回合中,吳嘉儀以總局數3比1擊敗對手 第二場由香港的杜凱琴對陣中華台北的秦少軍 杜凱琴亦是香港近年冒起的新球員 今年讀中二的全港排名已經是13位 少少年紀有這樣的成績 將來絕對是一個光明的前途 但中華台北方面 秦少軍亦是國內現時重點培養的選手 經常出去比賽吸收不同的經驗 在這回合,杜凱琴完全沒有留力 一上場,直落三局11比7 11比4和11比9擊敗對手 將香港局數暫時領先到2比0 形勢一片大好 但對了,國際兵聯盛讚過的台灣球手 頂著惡劣形勢 第三場港隊的蘇惠欽對著崔寶文這位削球手 不過台灣的女子團體在上次的特尼西亞集中 成功贏過女子團體的冠軍 這班被國際兵聯勝讚過的台灣球手 頂著惡劣局面及形勢 在第三回合,台灣方面派出勝於削球的崔寶文迎戰蘇惠欽 蘇惠欽明顯大賽經驗較少 所以對著崔寶文的削球完全佔不到任何優勢 首兩局先輸11比5和11比9 中局時咬緊牙關鬥到決勝分以14比12贏回一局 但第四局仍然以11比8不敵對手 中華台北暫時仍然以2比1落後 來到第四局,如果順利拿這局就可以成為冠軍 為保險起見,這場港隊派出主力吳嘉宜應戰 台北方面派出秦少軍出賽 吳嘉宜第一局才11比9贏了 但之後形勢突然峰迴路轉 三局下去,秦少軍以11比8、11比4和11比2 直落以總局數3比1擊敗吳嘉宜 將局數追平2比2 令所有目光集中在決勝的第五回合 第五場由中華台北黃欽對陣港隊的杜凱琴 面對這位青澳選手,杜凱琴表現出上街的狀態 以3局11比5、12比10和11比6 3比0擊敗黃欽 協助港隊以總局數3比2擊敗中華台北奪冠 超會最正よし 超會選擇 超高體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